大家好,我是Stan 15周年Kara完全体 二代爱豆辉煌时期 在日韩两国都有着非常高人气的女团Kara 时隔7年将发表15周年纪念专辑 而这次的回归是 原本已退团的Nikol Jien也加入的5人完全体回归 所以令粉丝们都非常期待 哇,怎么一听到这些游戏就想要流泪呢? Kara,直到现在我还会看他们的MV 真的非常期待回归 我也不是粉丝但是会哽咽 我要姻缘 啊,等一下 11月的话不是有Hara的既日 如果能有Hara的话该有多好 Kara,日本超高人气 9月14号根据日本Orikon发表 女团Kara的日本出道专辑Flyout 在日本日间单曲排名登上了1位 周间单曲排名2位 专辑销售量2位等 在日本出道的同时就创下了非常高的人气 Kara在日本这么有人气啊 感到很自豪也很高兴 失业后的孩子们希望在韩国也能跟日本一样 更获得人气 从西游戏开始就有关心游戏 虽然现在也会很幸福 但是希望能更成功后更更幸福 结尾被骂爆的韩剧《冰毛4》 村庄系的勇拿于一中所主演的韩剧《冰毛4》 因为令人非常紧张的剧情已经不断的反转 而受到观众们的热烈支持 也创下了非常高的收视率结尾了 但是每一集都受到称赞的《冰毛4》 却在最后一集的第16集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极大不满 接下来会有剧透存在 所以还没有看准备要看的人请跳过这个部分 跳过了吗 啊 跳过了就听不到这句 首先让韩国网友们感到非常不满的地方是 第一 女主勇拿患急性淋巴癌末期死亡的部分 第二 抑制来想要以法律手段解发市长腐败行为的一中策 却在官司败诉 选举输了 最后竟然将有辐射的污水倒进市长平常区的泳池 让市长涂血身亡 最重要的是 在市长死亡后 市长隐藏的金块论文被警方没射 被关在精神病的市长夫人被救出 市长夫人到法庭作证 恶人三兄弟背叛十年作鉴 在监狱里被囚犯殴打 匿名捐款到宇拿长大的保育员 这些内容以新闻报道的方式 十秒钟 一口气就讲完了 啊 真的很上火 尤其是女主宇拿的死最傻眼 剩下十分的时候心想 还有很多内容都没有解决 这真的是最后一集吗 结果市长在游泳池吐血身亡之后 就以新闻报道的方式结束了 以新闻快报方式结束真的很傻眼 为了想要看到令人爽快的结尾 看到最后了 这么容易就能干掉市长的话 到现在为什么要那么辛苦了呢 我还在怀疑是不是因为有第二季 所以就会没有结尾的结束 竟然是用十分钟的时间仓促的结束 如果不是尤那一中作的演技的话 真的是 所以有追完这部剧的观众们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9月17 18号 阿尔在首尔奥运体育场 举行了两天的演唱会 而旁贪尘古因为连续两天都来看了 阿尔的演唱会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这是被粉丝们拍下来的影片 好可爱 在远处都能感觉到尘古很快乐 尘古一手拿着姻缘条 一手拿着姻缘棒 太可爱了 尘古连续两天都去了 其他艾走们不知道昨天可以拿走 所以都放着回去了 但是真粉尘古却自己收拾拿走了 一天坐左边 一天坐右边 就能知道是真粉 真的是阿尤粉丝当中最帅的一个人 所以我是尘古粉丝中 最后 阿尤在这次的演唱会中坦诚 自己的耳朵已经有一年多发生了问题 而据了解 阿尤的病名是耳烟管开放症 会让患者感觉耳朵闷闷的 也会时常发生耳鸣 因而感到听力下降 而在唱歌的时候 耳内的压力也会变得更大 日本的著名歌手 加拿大著名歌手 也都曾患过这个疾病 而停止活动 或者是取消过演唱会 所以 健康是最重要的 希望阿尤能好好休息 专注于治疗 真的真的很想要长久看到阿尤 阿尤 加油 阿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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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